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類比一 他說A大0 B大A0 A加P等於4 A分之4加B分之9的 最小數能多少 那這個時候AB等於多少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好像看不出來哪一個是長度 因為長度通常是平方加平方嘛 這個都沒有耶 都沒有平方耶 那有兩個長度平方 大一等內積平方 這個有兩個 這兩個大平方 寫哪一個 好 這種提醒你要特別注意 當一個在分母 一個在分子 一個在分母 它可以消掉的時候 那你把它放到左邊的時候 它等一下剛好會消掉 那就會出現一個實際的數值算出來 那你就可以算出你的最大最小的這種應用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把它放到左邊 這個也放到左邊 這兩個要一起做 因為它可以消掉 所以這個A就變成根號A的平方 所以這個題目一定是 它要大於0才可以變成根號A 所以 B也是一樣的 這個要變成根號B 好 那這邊就會變成 多少的平方呢 就是根號A分之2 四四二的平方 A就是根號A的平方 好 那這個B分之9 就寫成根號B分之3的平方 然後這裡要怎麼寫 這個就是這兩個相乘 加上這兩個相乘 這兩個相乘 約掉根號A就剩下2 然後加上 加上這兩個相乘 就約掉根號B就剩下3 好 就平方 所以長度1平方乘上長度2平方 大於內積 這就是內積的平方 好 那這整個實際就出來了 那這個就是A加B 這個是A分之4加B分之9 那這個是5的平方當然是25 然後題目給你一個條件 這個A加B等於4 這個就是4 這個可以換成4 然後這個把它除過去 所以這個就大A等於4分之25 所以最小值就是4分之25 就算出來 然後等號成立的時候 要看這個實質 這個實質的 這個不看平方 它的比例要相等 所以根號A除以這個根號A分之2 就要等於根號B 比上這個根號B分之3 然後你假設它等於A 那這個除一個分數 就好像乘上它的倒數 所以它其實是2分之2 根號A乘上根號A就是A 那這邊也是一樣 乘上3分之根號B 所以是3分之B 然後等於K 意思就是說 A是2K 2分之A等於K 那B就是3K 那接著你要算AB 就是要帶進去一個等式 那邊有等式可以帶 A加B等於4 你就帶 A加B等於4 然後一個是2K 一個是3K 所以這個時候K就是5分之4 意思就是說 你的A就是 A是2K 所以5分之4乘以2 就是5分之8 B呢是3K 5分之4乘以3 就是5分之12 所以你的最小值 4分之25 A等於5分之8 B等於5分之12 呼吸 2K 4分之9